由李俊浩、李世荣主演的人气古装剧衣袖红香 日前晚节,不仅在海内外掀起一波追剧热潮 大局也创下17.4的超高收视率 而近日也传出李俊浩、世荣、江勋、张慧珍、吴黛焕、李敏之等演员们将在综艺RadioStar合体 也将旅行穿龙袍跳我们家,My House,的收视公约 Photo from Never Photo from JYP Nation 李俊浩在剧中饰演男主角李 深情的模样掳获了不少人的心 让人身陷在其中无法自拔 而他的身价也随着人气水涨船高 成为近期最炙手可热的演员 李俊浩先前在开播记者会上就曾立下收视公 并表示,如果收视突破15% 那就穿着龙袍跳我们家,My House,倒 如今收视率已达标的消息众所周知 因此有上网友纷纷催促李俊浩赶快出来旅行公约 Photo from NBC Photo from NBC 红香边开播时的收视率仅有5% 之后却凭借着演门超强的演技 顺畅的故事推移 让收视率节节 声率开红盘外 同时也带动了演员们的人气 不,横扫了今年NBC演技大奖中的众多奖项 更被网友为是2021下半年度的最强黑马 亮眼的收视成绩 连NBC长条剩计都赞誉有加 同时也承诺定会旅行在这会上的公约 送全组人员去旅游 Photo from Never Photo from NBC 而近日官方于宣布了消息 李俊浩将携手剧中演员李世荣 薰、徐上公张慧珍 内镜未尝无怠患 宫女福宴里之一同参与综艺RadioStar录制 其实之前李俊浩和无怠患为了宣传衣秀红香边 在11月时就已经上过一次RadioStar了 这次衣景环香阵容更好大了Photo from NBC官方公开衣袖红香边剧组特辑的播放日期 预计将会在1月26日首播 好奇幕后故事以及喜爱衣袖红香边的朋友们 可千万要记得撕手放送哦 立刻来follow我们的Instagram的KDaily